經濟午餐 主持何文傑 李尚仁博士 歡迎大家回到第二節的經濟午餐 今天很開心請到Dr.King來談談環保議題 當然覺得香港政府對環保的支持力夠不夠 香港政府現在支持的 但我絕對會覺得可以做得更多 我套用我們習近平主席說的一句話 青山綠水就是金山銀山 青山綠水就是環保的東西 以我家鄉來說就是源頭 因為我來自一個地方叫河源 其實香港政府環境局環保署或其他相關部門和學校 對環境保護的投入研究和推動都是不少的 我們社建協會也是其中一個角色 譬如過去四年有多 我們是做一個固體廢物分類的推廣 其實大家都知道去年過了條法例 理論上今年是會正式徵費的 我們的工作就是教別人分類減少 然後就是如果真的要扔的話 怎樣去適當地利用這些特別的膠袋 去扔這些垃圾 讓他給的錢是少一點 我們就扔少一點 省多一點 就是我們這個固體廢物徵費的推廣 作為社建 其實我們和政府的合作空間就是 我們又要推廣環保 前一節我講到最後一句 就是有時我們做事 發覺我們和環保是有衝突的 因為我們有時困難在哪裡呢 我剛才說的衝突是什麼呢 就是我其實會做很多挖河沙的工作 我講的河沙就是城門河 林川河那些 其實這些河沙是骯髒的 但是它是沙來的 所以我其實就很想拿來用的 但是環保條例就是不給的 變成好像有衝突 所以你說環保和重用兩東西 原來不是完全一致的 如果用的話可以用河沙來做什麼呢 其實當然你要先處理 處理完之後就當普通沙用 就是建築用的 但是因為剛才說的環保法例所限 變成我們又要拿去堆田 其實堆田區就製造了更加多的固體製造 我們首先做了一件好事 就是把河的沙挖上來 讓它不用堆積 和沒有減少臭味 所以我們在香港的河道管理 越做越好 這個要稱讚徐務署 因為徐務署的河道管理和渠道管理 做得好很多 我說如果香港應該世界第一都未必是錯的 尤其如果說水浸的話 因為原本香港都有100個水浸盒點 現在有一隻手數了 五個之內 所以是要讚徐務署的 我有朋友最近搬去太子 他才說也不知道那層樓要走幾級樓梯才搭升降機 才想回家 我告訴你太年輕了 因為以前太子是會坐水浸的 所以一定要做幾級樓梯 不要浸到電梯 然後他說終於明白了 住了幾個月 我以前也是 我之前我們會去城門河 我以前讀可風 我以前經常去龍舟 以前真的有點臭味 那十幾年前 現在是非常漂亮 很清澈 其實多謝兩位主持幫我帶出了一點點 先說彌敦道 你的朋友住在太子道 因為附近有一個叫大坑東的儲水崗 渠武署的結作 有了這個儲水崗之後 逢是下大雨 所以才下大型的儲水崗 等沒那麼大雨 他才慢慢抽出來 那些渠道排出大海 所以我們不再水浸了 上環也有 所以現在沒有什麼廳浸鮑魚了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那些異味 因為我們做環保 其實其中一個工作我們做過 就是包括維港泳 我們近幾年開了 另外就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青山公路沿線有很多海灘 近幾年都開了 那為什麼會做得到呢 就是一旦渠武署有功勞 他就是把我們的污水收集了 經一個系統 就泵回到污水處理廠 那第二件事其實 我們的行業都有功勞 因為為什麼呢 有些真的很細微的 我們是做不到泵去處理廠 我們怎樣做呢 就是在就地做一個小型的排污 的處理設施 OK 其實它可以有兩大類方法 一類就是用植物 一類其實是用紫外光燈 我們在剛才說的青山灣沿岸 我們都做了不少這些設施 令到海灘的大腸鋼菌的量 就是減淨了99% 減淨就是相對性的1% 總之適合人游泳 我們其實現在就是想把這個計劃 推廣去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叫做萬六湖 萬六湖在哪裡 就是河原 就在家鄉 當然Lester其實也是河原 這個我們怎樣相識呢 其實就是因為大家是同鄉 因為Dr.King他除了自己很專業之外 他做了很多服務 特別是對家鄉學園 對香港的地區服務 我們當時是做服務認識的 我覺得Dr.King很專業 但又做很多服務 貢獻這個社會做得非常好 然後他還在想怎樣 可以再幫家鄉做多些事 其實這個也很尊敬 亦都回應習近平主席說的 就剛才說青山綠水就是金山銀山 所以我們在源頭 一定要保護我們的綠色植物 和我們的水源 第二件事就是高質量發展 高質量發展 其實亦都包括了鄉村振興 鄉村振興 我給一些背景資料 萬六湖湖面三百多平方公里 香港是一千一百 即是三分一香港那麼大 第二 他的集水區 五千平方公里 即是大概五個香港那麼大 走一次 你都忘記回家了 回不到 第三件事 他很重要就是供應了包括 香港 東莞 深圳 惠州 河原 和部分廣州的飲用水 這裏總共有五千萬人 而這五千萬人的飲用水的水質 就在河原的萬六湖 在這裡控制或管理 我都攀山接水去河原 我帶一些團團去 有溫泉 是天然溫泉 真是天然的 我真是多謝你幫幫忙 還有第二件事 我的團友 每個人都滿了移歸 就是買河原的米粉 是爆黃花米粉 是有些人介紹給我認識的 我都不認識的 很多特產的 我都買了一些回家吃的 我發現原來真的不同的味道 原來就是水質 就是Dr.King所說的 河原的水質不同 他煮出來的米粉 口感是完全不同的 其實真的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好像有些茅台 什麼叫茅台 因為貴了一些水的問題 河原的水 其實引辱了 除了Dr.King的人才 還有很多 所以中國說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淫水思源的源就是河原 要有這個智慧 沒錯 其實我們希望繼續推廣這件事 我們現在建議一個 活水公園的計劃 河原市委書記 林韜書記 非常支持這件事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他也是把青山綠水 就是金山銀山 天天掛在口邊 早幾天我從河原回來 跟他一起步行萬六湖邊 我們說的步行是急步行 原因就是我們那天是一個活動 籌款活動 其實我們整件事是怎樣呢 大概我們會在萬六湖周邊 我們會找大概100條村 這些村可能也有些偏野角落 污水設施 是未完全 我們稱為 cover 已經覆蓋到 我們就希望你把這些 小小 最後一公里的東西 都做好它 然後將這些污水收集 用植物 處理的方法 將這些污水 清潔了它 然後才排回去萬六湖 這些污水其實是經過我們的集水區落萬六湖的 我們希望將這些小小 未經處理的家庭用水 都做了這個處理 令到我們的萬六湖水質 保持在一級或以上 令到我們下游五千萬的人口 都是做得更加理想的飲用水 實際上 詳情是怎樣做呢 我稍後可以再詳細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裏牽涉了專業 牽涉了地區服務 亦都牽涉了河原的鄉親的付出 因為稍後我可以解釋一下 有息回來再談談